小菜我又來開箱啦 這一次是要開箱那個七龍珠也是哥洛斯系列的18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細節的部分吧 首先面相的部分呢 個人七龍珠的動畫已經很久沒有去看了 所以這個面相還不還遠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然後在我的印象中來看的話這個18號是還算不錯啦 就是比較歐美風格的臉 不過原本的動畫就是長這樣 然後脖子的地方呢其實你往裡面細看的話 它還蠻細的喔 然後也可以看到它脖子裡面筋骨也有刻畫出來喔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胸部太大的關係 所以它的那個脖子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細齁 感覺一折就斷的感覺 不過基本上都被衣服擋住了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感覺很奇怪 然後胸部的部分 真的是超級大的喔 它的胸部大概跟臉一樣大了 可是它胸前的這個衣服 我覺得做得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做得還蠻不錯的 那個衣服的扭扣感覺都快被那個胸部給撐開了 感覺衣服隨時都要爆開的感覺 都有一種期待感 它到底要不要破 到底要不要破 這樣子 然後 腰的部分呢 其實你這樣近看的話呢 其實也是蠻細的 感覺是那種一折就斷的 的感覺 不過呢 它的設計還蠻酷的 可能是因為衣服有遮擋的關係 所以它腰部整體來看的話 它腰部也不會太細喔 這邊還蠻神奇的 然後呢 它的肚臍也有刻畫出來 然後它有兩條線條 應該是肌肉吧 也有呈現出來 皮帶的部分 個人是覺得它的做工還蠻粗糙的 然後 有點小異色這樣 整體的皮帶個人 不是很喜歡的喔 質感不是很好 然後褲子的地方 剛剛看應該有點 油亮質感 它的圖裝是油亮的 然後 皺褶的處理呢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喔 處理的也蠻自然的 整體這樣看 它的褲子皺褶 褲子皺褶的處理還蠻不錯的 然後 腳趾的部分呢 也是還蠻清晰的 沒有糊在一起 然後指甲油的部分 就是 比較暗沉的顏色 不是油亮質感的 這邊我比較不喜歡 然後 另外一隻腳可以看到這邊有異色 斜直這邊 腳掌那裡有異色到黑色的 呃 腳掌的部分 它是有做抬起的動作 處理的還蠻自然的喔 那個腳腳拖的部分 也是有稍微揚洗的感覺 這邊做的還蠻好的 接下來頭髮的部分 頭髮的部分 其實它做工還蠻粗糙的齁 從這邊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點蠻多瑕疵的 然後呢 頂部這邊 這邊的瑕疵也蠻嚴重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洞 這邊頭髮的處理 真的是蠻糟糕的 然後背部這邊也是 蠻多瑕疵的 然後 手掌的部分呢 其實 你從這個方向看啊 它的手掌就是在抓空氣齁 從這邊看真的是蠻奇怪的 理論上它應該是要抓頭髮的 可是你如果從這邊看 它是在抓空氣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 還蠻怪的 然後指甲油的部分 跟腳趾一樣 也是比較暗沈的顏色 不是油亮的質感 那衣服的塗裝 還算中規中矩 然後 壁骨這邊也是很翹 這一款也是前凸後翹的造型 這一款也是前凸後翹的造型 然後褲子的部分 也是油亮質感 那 它的背部的皺褶處理也是處理的蠻自然的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360度的 18號的樣子吧 不過它這裡有個缺點就是 它的 妝 不是很穩 所以基本上它都會往 右側這邊倒 你可能輕輕的碰它 它就會往這邊倒了 它這個妝 它這個設計 蠻 蠻差的 所以你可能這樣晃動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一直往右這邊 往右這邊倒 可能要加一點藍釘膠固定這樣子 那 七龍珠格斯系列我只有買 布馬跟 這隻18號 那布馬是坐姿系列的 那跟POP的匹弟去對比的話 就是還蠻小一隻的 所以這種格斯系列我都還蠻蠻 買的蠻少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介紹到此 大家掰掰 , 我們下架是很食用的 我們下架了 我們下架